有一个同事 他认识中世的总经理 叫做董鹏年 他常常吹嘘 我就知道他认识了 认识了我们就谈天说 我说大概我猜想 我那么还没去过美国 不知道美国的电视是什么样子 但我好像 不要从什么管道知道 也许是陈云雷从美国回来 跟我讲 因为我跟陈云雷感情比较好 我说人家把天际图盖在 播在电视上 他系统从 从西往东西 可以看它连续性 等于比看连续剧还有趣 我说服那个政策数据同事 同事他就跟董鹏年讲 我们数据有个人 董鹏年可以叫他谈来 我没有直接跟董鹏年谈 我是跟那个制作组长 王小祥 他也是在美国留过学的 就观念比较新一点的 他说有啊 我在美国看过 美国看过 他说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子 我的想法是 我说我把每天把天际图放在 所谓天际图就是地图 我就地图上勾一点 等下线相同 然后天际系统 被封面系统 我说可以看了 它移动 他说大陆里面都有吗 可以看得见 我说可以看得见 那时候一定有了吗 一定有了 他好啊 他说你来报 我说我不认为我可以报 我说我可以做你们的编辑 我写的稿子 有你们漂亮的小女孩报 报的时候一定会肯定会比原来的要好 要有实际感 要有实际感 他们就同意了 同意上了 后来他们小姐都不愿意报了 因为念你的稿 念稿子 他们有时候背不熟 因为有时候还需要指 你高起压 这个冷风要下来 你要指一下 他们很不喜欢 他们报新闻丹丹症的 也会会损害自己的形象 报这个 指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会觉得坑坑坑 有损他们的形象 不愿意报 不愿意报 大概是民国67年的样子吧 他们不愿意 我是62年到中市 担任所谓气象编辑的 帮他们筹备中气象 后来你当他们资料组的 副组的 后来就 就到工作了五年 他们说 那个小姐不愿意报 让我来报 那我说 我不是因为我会比小姐更受看 他们试试看吧 试试看 一开始我很紧张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会上电视 我没有想到我会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好 我每天编资料 我每天还可以写书 就很愉快 时间很空 没有上电视的压力 后来就报了 报了之后 结果还没想到反应好 对 对